你们现在反手过度有没有还过度不好的 或者说你现在感觉对手一样 你的反手一样你的头顶位 你就感觉非常难受 下一分就基本上要丢分了 我们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绝招 你把这个绝招学会之后 你不仅不会丢分 而且你能够转手为攻 转败为胜 我来告诉大家一下 好吧 我们先看两种过度 你们看一下哪个过度是对的 第一种 第一种 第二种 再来第二种 哪个过度是对的 你首先想一问题 你为什么要过度的那么远呢 很简单 要保护自己 你首先要理解自己的处境是什么 如果你在打反手被动过度的时候 你还想要过度死对手 不可能的 对手看到你被动过度 对手肯定是想要抓你往前的 他抓你往前 你还送一个慢的球 贴网的球 他一旦抓到进网的阵 他无论是冲还是勾 你都直接摆给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过度的时候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什么时候更安全 那就是球 那就是球离对手更远的时候 当我们的球在中后场的位置 对手是在中后场这个位置接的话 他离往的距离是不是变远了 他离往的距离变远了 他球是不是有一段飞行的时间 对吧 球这段飞行时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 衔接下排 更好的可以去准备好我们的下排动作 对吧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点 就是要想办法 要我们的手臂 不要轻轻地碰一下这个球 要向后 甩出去 甩得更远 要我们的球飞得更远 所以我们在打反手被动过度的时候 其实动作跟我们的 反手后场高昂球是非常像的 我们向上发力 再来一个 我们向上发力 就是反手后场高昂球 我们向下发力 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动过度 好吗 向上发力 高昂球 向下发力 被动过度 但是又会有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 才可以让我们的过度球更加有效 我刚才说了 被动过度 不只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们还有一个作用 叫做反败为生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反败为生呢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 什么时候更容易得分 那肯定是主动容易得分 所以你要想办法让对手被动 让自己主动 你被动的时候 你还是过度很高的话 你的球还是向上走的时候 那对手肯定从上向下扑死你 所以我们在被动过度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一个向后倒水的动作 让我们的球能够贴着往向下走 当我们的球能够贴着往向下走的时候 球向下走 对手只能怎么接 对手只能从下向上接 它向上接 那我们过度完之后 我们下一排是什么 我们下一排就可以想到高点 我们在主动位置了 对吗 所以我们在打反手 被动过度的时候 一定要让我们的手腕 根据我们的人体结构 怎么样 向后甩的时候 不要只是向后甩 手腕不要自然的向上 我们的手腕可以控制 它主动的向后发力 在触球的瞬间 触球的瞬间 本来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手腕 要做一个向下倒的动作 让你的拍子可以压着球 让你的拍子可以压着球 让球往下走 所以你可以看 所有的顶尖高手 反手过度的慢动作 你可以看到我们手腕 在击球的最后一瞬间 击球完之后都是这种感觉 就是击完球之后的一瞬间 它的手腕一定是向下倒下去的 拍子的拍框这个位置 是朝着对面场地的 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首先是地中 就是过度的很高的话 我们的手腕不主动发力 光向后甩 我的手腕是怎样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主动发力 向后倒水的话 再看一下我们球的弧度 能看到吗 看一下我们的球的弧度 翻好一点 对吧 我们的手腕一定会有一个 向后倒水动作 让我们的球贴着往向下走 过度的非常贴往 这个才是我们的反手 被动过度的要点所在 能明吗